嗨,我是Shopping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呼吸还有气息支撑 这个事情啊 它其实跟你的音量 跟你能够唱的音高 还有它的音质其实很有关系 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它可以自然的做出 比较高压力的吐气 所以他们的老师就会说 你只要自然的讲话 或者是像讲话一般的在唱歌 然后去练习你的闭合就可以了 可是很多人他没有累积压力 在身体里面的习惯 所以他怎么样身体都是一个 几乎没有压力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在吸气 他根本就没有空气 可以让他去做高压力的输出 所以他不管做共鸣啊 还是做声门闭合啊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我们要再从头回来讲 为什么以前的传统的教法 会教大家例如说做一些 狗喘气 狗喘气或者是弹唇 到底跟你唱歌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练习都是为了 逼着你去学会使用你的呼气肌 可以吗 呼吸的呼 呼气的肌肉 呼气的肌肉最主要 就是要来自于腹部的收缩 所以你去做狗喘气的时候 要哼哼哼哼哼哼全身都会抖动 因为你去找一下这个动的起点 它并不是你感受到横隔膜在跳 所以是横隔膜自己在动 不是 而是你的腹脊在往内收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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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很奇怪吧 很奇怪 為什麼我用這麼多的肚子 才會幫我噴出這麼多空氣 可是要講話 要呼出那麼多空氣 對不對 它需要的就是 吐氣啊 所以你需要吐氣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吸吧 然後放鬆 啊 就這樣子 可是它也只能 啊 不可能更快了 你要怎麼更快 你就只好用你的 呼氣機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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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它已經是 嘶 嘶 不可能更快 更大壓力了 可以嗎 所以要去練習你的 推出空氣的肌肉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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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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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的就是要能夠開始習慣 出空氣的肌肉 不來自於胸口 不來自於脖子 不來自於口 咽喉 大家都覺得廢話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噴麥 例如說 屁 例如說 C 或是什麼 Pay 隨便講的 你會發現這幾個字啊 你會在嘴巴累積一個壓力 然後把空氣噴掉 或是 然後呢 裡面的空氣被你用掉啦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這些空氣 從身體裡面送出來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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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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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想 送氣 而所謂 好那 右邊這張照片 是我在白板上面畫的 是一個 左邊到右邊呢 是呼吸正常的過程 呼吸的時候 胸腔會有點擴張 肚子會變大 橫膈膜會往下壓下去 覺得肚子變大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你的肚子一直在往前頂 而是因為你的肚子從上面被東西壓下來了 它只好突出去 可以嗎 去感受一下你吸氣的時候 肚子變大的肌肉來源 到底是因為你肚子在變大 還是因為你的胸口有個肌肉把肚子往下壓 肚子變大 肚子變小 肚子變大 肚子變小 不用去吸氣 不用去呼吸 你也可以去做這個練習 好 那右邊 左邊到右邊就是一個吸氣 右邊到左邊就是一個放鬆橫膈膜的放鬆過程 就感覺一下你放鬆了什麼 你到底呼吸的時候放鬆了什麼 你要利用這個時候去吐氣啊 利用這個時候去講話啊 它就是一個比較舒服的講話方式 好 那左邊那個圖 如果你去動腹肌 它就變成我們一般的狗喘氣 胸腔被擠壓上來 腹肌會縮進去 就是肚子裡面一點力氣都沒有 肚子只是用力在往內縮 好像要穿一條穿不下的褲子或是裙子 可是我們需要唱歌或是講話更有力 我們需要維持體內的高壓力 所以我們會在吸飽之後 再做狗喘氣的意思 意思你知道嗎 吸飽之後去做腹肌的收縮 可是你會發現它幾乎收不進來 而且你的胸肌裡面的肌肉 不是胸肌 也就是肌肌打開擴張嘛 然後你的橫膈膜會往下壓嘛 會導致你的肚子收不太進來 而且要很穩固 而不能 整個一起被衝上來 狗喘氣的時候會嗎 不行 上面都不要動 熊啾啾氣啊啊也沒關係 記得喉嚨的狀態 就是 的狀態 不要加速從喉嚨加 不是這裡 然後胸口不要動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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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這時候代表你的吸氣的肌群 一直流著 跟腹肌作抵抗 這時候你的腹肌在收縮的時候 比較有依靠可以做微調 做更細緻 更穩定的變化 如果你只靠腹肌 OSS 他就會變成狗喘氣 所以記得 維持吸氣的肌肉 然後去做腹肌的收縮的感覺 ok嗎 那身上什麼好處 體內會一直維持一個高的空氣感 它就會一直想要吐氣 因為體內這個肺部這邊的體積就是很大啊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 當你一放鬆腹肌 它就應該把肚子彈回去變大 直接吸到氣 那感覺就像你在左邊狗喘氣一樣 你只要一喘 放鬆它就吸到氣 可是它吸完之後什麼力量都沒有 當你去做吸氣 然後狗喘氣 它應該就吸飽了 可以準備下一次 永遠都是吸飽的狀態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沒有吸飽的時候 去做狗喘氣 就是永遠都很喘 可以理解嗎 兩個都是做狗喘氣 可是一個的原點是 什麼都沒有 然後擠掉 再跑回來什麼都沒有 一個是吸得很飽 擠掉又回來吸得很飽 它就可以唱得很有力 它因為高壓力出來的速度就比較快 就能夠比較大聲 可以嗎 它就比較能夠逼著你做比較好的閉合 為什麼 因為你在吸飽的時候 張開嘴巴 這時候聲帶 它就負責把空氣擋住 那它就會去練習到 如何擋空氣 如果你都沒有在吸空氣 就是一直在讓它進出 它就 你說什麼 因為它沒有擋空氣的習慣 所以你要練習擋空氣的習慣 你可以去吸氣 或是 都好 不管怎麼吸 肚子變大 不會的話 躺在床上 然後憋氣 站起來 感覺一下空氣被鎖在哪裡 可以嗎 好 那這個照片我講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你會發現照片裡面的一二三三種 我都講了 第四種 所謂的推擠 它可能來自於胸腔的壓縮 可能來自於脖子的緊縮 可能來自於口咽腔的緊縮 它就會造成一個 跟狗喘氣很像 可是它用的範圍跟脊腔更集中 它就很不舒服 所以它就回到我上面這個圖的三個圈圈 三個圈圈 大的就是吸飽了 放鬆 它就自然會嘆氣 那你如果沒有去好好的吸 你要吐氣 你就只好去壓縮身體 像狗喘氣 或是壓縮你的喉部 它就會造成右邊那個 不良講話習慣的回圈 可以嗎 如果一般的講話 請你保持在左邊這個藍色回圈裡面 吸飽了 放鬆 就講話 要講久一點點的話 你會需要一點點 維持膨脹的力氣 然後靠外力 腹肌的外力 去做擠壓推擠 去把這個球擠出一點空氣 彈回來 擠出一點空氣 彈回來 而不是擠完 然後什麼抵抗都沒有 可以嗎 這是呼吸支撐 還有你要做大的音量 還有你要練習深門的肌肉閉合 還有你要能夠連續做出 彈唇的關鍵 很多人不會彈唇 就是因為他用擠壓這裡的空氣 空氣呢 我把他擠一點身體 還是沒有啦 記得所有空氣的起點 包含你今天要做氣音的字頭 噴氣的字頭 微微的偷動一下小腹 或者是先從泄氣開始再動小腹 像這樣 不要先去擠壓喉部 喉部就是要很大的空間 任何唱完之後那個空間都不能動 例如說 哈 哈 不能哈 又擠掉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 又擠掉了 呜呜呜 這個形狀請你不要變 可以嗎 不要改變你的身帶以上的形狀 除非他是為了咬字 可以嗎 就這樣 加油 拜拜 拜拜